各位网友大家好,我是美国黎叔,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件大清雍正年制动石花卉蝴蝶豆彩之景品。 自雍正六年起,唐英协助年西窑烧造,无不淬经会神,苦心禄力。 然不止于斯,雍正皇帝品味超凡,天真优淡,潇洒超义,全然一派世外高人之风。 其对玉瑶厂监控严谨,要求缜密,所造之气,轮廓造型拿捏精妙,文士着色脱离雍臣,雍正斗彩于成化之后,真观觉之巅,实在不出为奇。 皆因一将在此要求慎言,精致出臣的皇帝面前,只能力求尽善尽美,鞠躬尽瘁。 雍正皇帝雅好花道,对菊花情有独钟,除了瓷器艺术品上是菊花外,更喜欢用菊花造型制器,如菊瓣茶壶,菊瓣盘等。 在画中也有雍正帝川汉服半桃渊明东里赏菊,可见雍正对菊花喜爱之深。 此瓷造型比例适中,规整,胎体轻薄,胎质洁洁静细致,青花发色淡雅,幼彩橙色清丽,构图新颖别致,绘工飘逸,淡雅柔和,至真至美,文士寓意极详,菊花象征富贵长寿。 画者力求以传神的笔触,会有洞石和各色菊花,花开娇艳,丰富的色彩表达园林的自然美,有以两只在留白处画出的一双蝴蝶于花丛中飞舞,蝴蝶最为突出,蝶意描绘栩栩如生,灵动超凡,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画。 大片的留白营造出别开生面的画面,如文清香,如木春风。 平底部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,为观赏斗彩契之精品佳作。 汉有淡月品评人物,金有淡月品评古词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见。